下面我们来到全球的大宗商品的价格 涨势非常的凶猛 在大陆也是一样 在大陆包括了像铁 铜 铝 铝 这些价格都创得历史新高 涨那么多 当然所有的成本提升 压力也大 所以现在官方出手了 包括了发改委 还有市场监管总局都开始调查 这一调查也立刻让 这价钱的期货就跌了大约9%左右 其实在去年到现在 一年的时间 去年5月到今年5月 铁砂已经涨了一倍以上 现在北京是放缓相关的建设的支出 但是我请教郭委员 这个大宗商品的价格大乱 从去年到今年 全然是因为通膨吗 还是其实在背后 我们从一开始讨论原油的时候 可以去牵连想到的是 包括了美俄跟中方的一些角力 这有没有国际战略上的原因 不 铁矿石的炒作 当然是国际价格被拉高 这个很多人都认为是美澳联手 美澳联手 当然是啦 那当然因为中国金融界也有人做期货的 所以当然也是配合着炒 所以他能够处理的是国内的部分 自然他打压最凶的是比特币 虚拟货币 那主要是因为他要做碳中和 那这个行业是高耗电不符合碳中和气候变迁的经济嘛 所以我觉得他还是只能够处理国内的部分啦 可是像凤鑫刚刚讲的那种结构性的国际经济结构的产生的那种 大家复苏就造成了原物料的需求大增 这种因素是没有办法处理的 那个该涨价还是要涨价啊 比如说你说航空业复苏 大家都要去欧洲旅游 那你航空业用的喷射油就不得了了 这个其实你看跟拜登提出来全球倡议基础建设这部分 也是西方也带会带动一波这样的一个掌施 当然会 不过这现在都还还在吹牛阶段 因为也不知道要投多少钱进来 因为到底拜登的那个预算有关基础建设 到底最后会通过多少钱 坦白讲一直砍啊 所以要到最后才会知道啦 刚刚委员提到的碳中和的一个概念 这个其实在拜登回到说美国回来之后呢 对于气候协议是回到的主角之一啦 那这个气候协议上面 大陆方面也同意要加入碳中和的行列 那一算 那加入之后 需要投入的金额 150兆到300兆的人民币 有分析认为 碳中和目标在重塑各个行业的投资的主线 当然包括了水电 风电 核电 太阳能 这样的投资就凸显出它的价值 优质的企业就可以从中来获利 那我想请教大家社长 因为大陆全国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6月份在上海启动了 也接下来很可能取代欧盟成为全球最大的碳权市场 碳权市场的概念 意义上面帮我们做个简短的解释 然后那对于目前欧美主导的气候议题 如果现在上海这一个交易市场 变成是全球的中心的话 那对于中方未来在主导一些气候变迁议题上面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力 碳权最简单 我们现在都知道节能减碳 那你省下来的碳 当然就企业来讲 它可以省下比较多 你省下来的碳 你就可以拿去做交易 那现在在上海就弄了一个碳权交易所 那比尔盖茨其实讲了一段话 就那段话蛮值得大家一起来分享的 就是他说能够实现零碳的企业 跟发展零碳产业的国家 会在未来的几十年中领导全球经济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这么积极的 他要做碳权交易所 怎么一讲 感觉好像未来就会有一档相关的ETF出现 一定有了 对对对对 EXG也将卖出来了 事实上就是比尔盖茨在投资的系列 对 比尔盖茨有他自己的基金 他有他有 所以我觉得其实在这一块来讲的话 就碳权不管是谁来做都是一个好事情 因为本来就要做到零碳 那我觉得其实我比较关心的一个题目是说 在台湾 因为台湾商 我们知道台湾商很多都在做ESG了 但是我们的台商陆续在参与这些碳权的交易 跟成为碳权 这样子的一个零碳的一个企业 台湾的政府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有发展这样一个碳权交易市场 我们这一步起步的非常慢 好像非常的慢 对 如果碳税一出来 你认为台湾的企业 我连法律都还没过 就是要回到修法的问题吗 你要有这样子的法 那以前台湾的期货 期货也是从国外的期货法先过 过了之后 再把这个国外期货法废了之后 再订国内的期货法 那碳权交易是不是 有哪个单位 我觉得你主管机关是谁的还不晓得 是啊 环保署是要金管会 对那金管会接不接这个 现在目前就是企业好像自己开始要 自己开始在做一些想法跟规划 对 在政府没有带头的政策 对 企业跑得非常快 如果接下来欧盟或是西方世界定下来碳税 这样的游戏规则的话 台湾的产业你觉得有任何的抵抗力吗 我觉得台湾的企业会有 因为我们台湾的企业很多都在海外 它其实是跟得上世界国际潮流的 我觉得现在看到台湾很多的企业 在这一块其实走得是非常的快的 我反而是觉得政府的这个 出来领导的这个动作是太慢了 这个好 你东西要卖到欧盟就卡住了 所以你一定要试 一定要调整 我觉得大型企业 其实现在跟着脚步是非常的快 非常快 中小型其实要跟上 其实困难度非常的高 但是现在有一个大的问题是 政府为什么不主导 因为是牵制到能源呢 能源政策 是 因为你要做到零碳这件事情 你背后所算的足迹 不是说我自己的工厂 我做到零碳就好 我所使用的电力 它的碳足迹 它的碳的排放量 其实是算到你的 最终的产品的 这个碳的使用状况 所以如果你的能源 没有办法配合的话 每一个企业都会做得很辛苦 我们来看现在的钱 流到什么样的市场区 日经有个报道说 今年的第一季流入中国大陆的资金高达5901亿 净流入也有800多亿 这资金非常高 是2014年来的同期最高了 海外投资的钱 大部分也都进到了 现在中国大陆的国债市场 5月底之前 外国投资者在持有中国国债 达到了2.1兆 这也创了新高 这几个数字展现出的是 人民币跟现在大陆的国债 它的一个息息效应 当我们上段提到 当俄罗斯尽量持减美国国债的时候 现在中国大陆的国债具有吸引力 凤欣姐你觉得主要原因是什么 它当然不是只有对俄罗斯 它现在对全世界真的都有吸引力 当然有几个因素 第一个当然就是 刚刚正量就已经提到了 就是大环境就是钱太多 钱是需要趋路的 第二个是 这一次的这个疫情 其实中国大陆恢复的速度非常的快 所以它在货币政策上面 没有像美国联准会 或者是欧洲央行 或者是日本央行一样 大幅度的降息 它没有 其实它的波动幅度是非常小的 所以它就使得它的这个债券 跟这个美国的公债相形之下 其实那个利差就存在了诱因在那个地方 所以第二个因素是利差的吸引 第三个因素 其实中国大陆在2015年的时候 那时候人民币急剧的贬值 其实中国大陆花了很大的力气 才好不容易控制了那个资金外流槽 我觉得他们内部重新检讨之后 发现到说之前犯了几个严重的错误 所以它现在 第一它希望能够让人民币 不但是双向可以波动 而且是稳定的走强 那么这个就是它不是说很快速的升值 绝对不可以 但是它必须很慢速的让大家觉得说 我只有人民币就长期而言来讲 是极为划算的一件事情 所以它必须要 它现在 所以从你看到去年一直到现在 它那个态度已经很明显 除非你升值的速度太快 我才会出手管一管之外 否则的话我会放手让你稳定的升值 那我如果去投资你又有利差 我又有汇差 那我怎么可能会不投资你 然后接着小税步开放 所以它开放的方式就是 股票市场上面 我可能把QFID的这些限制给取消掉了 然后接着在债券市场上面 我开始开放 而债券市场开放 你就吸引了很多国际上面那一些 指数的这一些公司 它就开始把它的指数纳入了 整个中国大陆的因素进来 那有很多被动型的债券基金 它就被迫一定要去投资 中国大陆的这些债券市场 所以有主动被利差所吸引的 也有被动因为指数而必须要流入的 那当中国大陆开始 把这个市场逐步逐步逐步开放到说 它开始放心的时候 这个时候对于它最终 它终究要开放它的资本账这件事情 是有帮助的 这过程当中也给人民币更多底气 对 一定要这样做 所以你看到 所以我在第一段的时候 我说它现在就是非常谨慎的摸着石头 然后一小步一小步一小步的往前进 它到每一步去算说 我现在开放到这个程度 有没有引发市场大乱 接着我在下一步如何 我觉得它当然不会很快的走到 那一个完全的开放 因为这个过程当中 我相信如果我是决策者 我一定会思考说 我要经过一次 全球大型的金融风暴的考验之后 我来决定我开放到这边是不是够了 这个时候我才有比较大幅度的开放 所以那个很小碎步的这件事情 我觉得国际金融机构都看得出来 那中国大陆的外债的比例是非常非常非常低的 那你的外债比例这么低 然后你的外汇存体又这么样的高 相信之下安全度存在在这个地方 稳定度也存在在这个地方 方向上面又明确 你如果是一个国际长期的债券投资者 你觉得你的选择是什么 你从一个背后的大战略去思考很多事情的时候 就会不同面向的一个解读 包括我们之前讨论过 拜登正是当家白宫之前 北京不是跟欧洲签了一个中欧的投资协议吗 那当时很多人就认为说 因为中美对抗之下 北京要拉拢欧盟 这是一个面向 从政治军事角度去思考是如此 但是刚刚呼应凤卿姐所讲的 她希望人民并能够稳步慢慢走强 中欧投资协议里面 所有对于欧洲企业的一些外资的开放 也是让这个走强过程当中 能够变得比较smooth一点的一个过程 我补充一下凤卿 事实上有几件事 就是有利于人民币 第一个就是英国FTS1 就是它那个罗素指数 它的国债指数 10月要闹入中国国债 那这个会帮中国的国债市场 大概增加1300亿美元左右的市值 就是被动基金就会流行 那第二个就是 就是事实上各国的央行 它的那个外汇储备 也开始增加人民币 那也包括各大型的银行 所以它必须要提高它的人民币的储备 包括存款 就是货币基金市场 那大概要从2000亿提高到8000亿 我现在讲的是总量 总量 那另外一件事我觉得中国大概想通了一件事 就是说它不能只靠出口 它也要靠进口 因为进口才是真正做富做强的手段 让全世界的都需要用人民币 所以它不在乎人民币升值了 只是说要慢慢升 所以它本来很在意升值啊 怕说会影响出口 可是它现在决定发现两手都蛮重要的 而且出口的比重是在下降 它从34%一直跌到大概18%左右 我看到16% 对就是一直往下降 所以它那个进口市场 实际上真正的强国 一定要做到自己的内需市场 对我刚刚才要讲 所以它之前提出的内需循环这一点 其实是呼应它对外的一个做法的一个 两轴并轨 同时进行 我们继续片段 本来继续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